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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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是否也要追蹤上個星期的內容上 上個星期就講一些聲音 講一些聲音,什麼時候開始? 大概還有現在兩分多鐘 我給你一個brief 上個星期就講說不開心,放在桶裡面 唱一些不開心的歌,反而幫到不開心的東西 這是一個數據 今天我和你講一下數據 譬如,有很多東西我們本來以為是知道的 其實都不太清楚 我給你看到,一個星期不換底褲 男還是女,哪些東西比較多? 哪些東西比較多? 原來是男士比較多 是否很有趣的東西? 不是嗎?一天不換都不行 是呀 原來你講了給全世界聽 這個也是有數據 有數據的,很多東西都有數據 不過我們不知道而已 另外一些有趣的東西 就是你覺得看身形重要,還是看樣子重要? 哦,好的 這個是反映一個人的… 是甚麼? 即是你拿一千個男士去問他 看女士的樣子更重要,還是身形更重要? 這個反映是心理上的? 這個是數據而已 只不過是用數據來講一下 然後呢,女士通常會說身形和樣子差不多 但男士不是的,男士有很不同的答案 就是如果是短暫的,身形最重要 如果是長期的,就是樣子最重要 是這樣的 即是有些很特別的數據 那為甚麼要搬這些數據出來呢? 就是因為說起,譬如很多人拿一瓶披薯來喝 然後就想著披薯喝了之後 因為披薯是對養顏,對養靚 對身體好,這樣 但其實我們身體自己本身是披薯的 而吃了披薯下去之後 如果披薯是不適合你 譬如你敏感海鮮的 但披薯是由海鮮做出來的 那就大件事了 但有沒有關聯的? 譬如你現在兩個網絡上,有沒有關聯的? 有,因為那些人不懂資料 不懂資料 然後呢,因為他不知道數據 就只聽到Marketing 就走了去喝了它 我們現在還有20秒 好,好 一會兒是5730 11點57分30 OK,57元,可以 好 好,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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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 現在收聽的是 星道中文粵語台 中午時間來到10時39分 珍惜我們每分每秒 我們現在先讓趙博士出來 趙博士,你好 5晶 5晶 Hello何康 今天說5晶 你們還早晨 沒錯 今天我們要講數據背後的一個成因 或者帶出了一些什麼答案出來 直播時剛才跟我通電話的時候 他就問了一個我也覺得有點尷尬的問題 就說何康啊 你多久要換一次底褲 哈哈哈哈 我有需要就是換兩次 是嗎 沒錯 是的 因為你知道現在AI很流行 流行到周圍都在說 現在在說什麼呢 就是說會不會代替人類的 又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會不會侵犯私隱 你真的有很多東西在說 AI 我今天就不說那些 我只是說一些dataset 關於換底褲 男和女的呢 換底褲呢 你想想 原來男士呢 是 比起女士呢 是超過一個星期不換底褲 就是男士了 不是所有男士 不過是男士 男士是傾向有些東西 超過一個星期不換那條底褲 穿同一條 是的 這個說法呢 如果你在一個行山的挑戰賽裏 可能會發生的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在日常生活 所有事情都 是在說日常生活 是的 是的 這個數據查了 是有數據的 是的 大家說來說一下 為什麼要搬這些數據出來 接下來你就會明白了 就是第二件事 就是究竟樣貌重要 還是身形重要 如果選擇對象 到底是他的樣子 還是看他身形 是 對 對 但是這個研究 就沒有說年齡 只說如果你是男還是女 你覺得身形重要 還是樣子重要 這個結論 所以做數據 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可能沒有包括很多東西 譬如沒有給多一個選擇 他就說那個人 他張開口的時候 說些什麼 還不重要 沒有問這些 只要選兩樣 樣子還是身形 就是這樣 結論出來了 就是男士就答了 女士就答樣子和身形 差不多 兩樣都很重要 差不多一樣 那麼重要 但是男士就這樣答 男士就答樣子是重要 要過身形 嗯 特別呢 什麼時候呢 特別如果長期 要跟那個人有交情 拍完拖子結婚 對 有了 所以數據 是要看 寬一點才行 你不可以隨便拔出來看 例如底褲 可能隨時歲數又不同 隨時情況又不同 是不是 然後呢 好了 那為什麼要搬到這些data set 就說到現在說到collagen collagen 究竟應該買來喝還是不喝 那當然 如果你在賣collagen 當然當然買來喝 是不是 如果你在賣collagen 你說千萬不要買來喝 那是不是有問題 是有問題的 因為你可能會被人捏著頸 怎樣捏著頸 因為你在這裏做事的嘛 你叫人不要買那些collagen 那是不是有問題 所以data set 因為現在很流行的AI chip 但是買完那些AI chip 回來之後呢 要做那些數據 要問對的題目 才可以知道對的答案 如果不是 出來的效果 就有問題 那你知不知道collagen 是任何人的身體都會做的 但因為當你是做商業產品的時候 collagen可以是在海裡拿回來的 如果那個對象是敏感海鮮的 那他就吃了collagen 可能有些不太好的效果 是不是 所以做客人 即是做消費者 要問一下那些collagen 哪裡來的 還有要問一下什麼呢 就是說究竟那些collagen 你想拿來做什麼呢 你想拿來補身還是補養 那你要問一下補給誰看 是不是 這個很重要 還有就是身體 既然懂得自己補成collagen 那我一直想帶些湯給大家喝的了 就是一個叫做西 即是你知道 Celary 廣東話就是西芹 西芹 芹菜西芹 然後呢 它下面有個膽 這個叫做芹菜頭 不是紅菜頭 是芹菜頭 這個英文叫做Celary Root 如果你的Celary 如果你的Celary 是否就是最低的那個位置 通常你撤走的那個位置 通常你買回來 就已經跟你撤走了 你要找這個東西 是的 然後另外呢 就是這個叫做余甘藍 是不是余甘藍 我不知道 總之是parsley 是不是余甘藍 總之英文就叫做parsley 如果你能夠找到parsley root 更好 更好 如果找不到的 不是余甘藍 是叫做番西 番西 忽然記得了 記得到 因為我都是靠背 我不懂得寫的 這些字 番西 就對肺好 你看它的樣子 都像肺 所以番西 再加勤在頭 最好就是有機 這些 因為它在地上生 除非是在表面頭 也有機 然後加雞腳 加薑 加兩至三個湯匙的蘋果醋 然後就熬出來 這個雞腳 如果喜歡湯有多些質感 就可以放在洋蔥膠裡面 我們沒有說起做洋蔥膠 我會說怎樣做蘋果膠 但是洋蔥膠 如果沒有洋蔥膠 加些洋蔥也好 不過有些人不喜歡洋蔥 洋蔥可以幫助血痕 特別洋蔥膠 可以幫助血痕去到軟些 薑也是 這個湯 為什麼要放芹菜頭 因為芹菜頭有消炎功效 還有 在芹菜頭買到芹菜頭 很多地方都可以買 所以購買是有機 整個軟整的 可能已經處理了 可能割到一條一條 沒有處理過 只是有個膽子 好像洋蔥頭一樣 有時候有賣上面的 有時候沒有的 很多地方都有賣 譬如很多普通超市都有賣 如果你說在加州去開 Whole Food 他都有賣 不過那些東西有機 你就會有這樣的選擇 然後你就會發覺 剁了它來煲湯 弄了它來好像紅菜頭一樣 切開一塊塊來煲湯 它對消炎功效很有用 消炎還有芹菜 本身有些很特別的成分 連它自己的維他命C 也有些不同的 不同的平時的維他命C 如果吃開素的人 就會知道 平時自己身體做Collagen 因為他不能吃肉 變成他在哪裏拿Collagen 真的要靠自己製造 他要多吃維他命C 才會製造 維他命D3很重要 嗯 嗯 所以呢 我們硬塞了這麼多東西下去 又要講一些數據 要不然你學不到東西 那然後呢 講到數據關於芹菜頭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一個dataset 就是Collagen 好不好呢 身體美不美呢 還不重要呢 還未講到聲帶 一會兒不知道有沒有時間 講到聲帶 但是聲帶呢 和Collagen 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們還未講起呢 就是如果那個人對自己身體不好 或者經常瘦身呢 瘦身呢 其中一件事會令自己看上去老了 快了 任何瘦身 所以呢 所以呢 瘦身呢 這件事呢 令到人老化了 那又反過來 那些人就想 嘩 可不可以Collagen 可以和你頂住 最緊要你不要和它撞 同一時間有Collagen 同一時間又瘦身 因為 它不 身體不一定要放在同一個位置 另外呢 就是曬太陽 又是會老得很快的 那所以變成了 當曬太陽 這個令到快 老快了 是不是吃些Collagen 一路曬太陽呢 那這些 是有少少問題的 因為會同一時間 會令到身體內很多Tension 另外 就是吃很多甜的東西 會令人老得快了 但是就不是所有甜的東西 譬如蜜糖和砂糖 提煉的糖 是有不同的效果 通常提煉了糖 會令人老得快了 但是蜜糖又沒有這個Data Set 這個東西很有趣 很有趣的 所以要看那些Data Set 才可以知清楚 還有聲帶 怎知道是真的有些Collagen呢 就是當你去到某個歲數 你會發覺聲音是不同了的 可能那個力沒有那麼好 聲音沒有那麼遠 回來了 回來了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好 又回來了 跟大家介紹一個湯 剛才上部份的時候 就講到 如何煲這個湯 關於是雞腳 我記得那些 我數一數 接播室 稍後再提一提我 雞腳 西芹頭 洋蔥膠 然後 剛才誤會了那個魚之甘辣 應該是什麼 另外也是 魚之甘辣的英文叫Kale 番西就是Parsley 番西 對 然後就是這樣 還有薑 加上薑 大家可以抄下來 繼續 我們可以講講 喝完之後的功能是怎樣 這個湯就是針對 首先雞腳有七成是有Collagen 所以如果不是吃素的人 就可以靠雞腳 而雞腳 沒有其他東西 就算打針 雞腳 也不會像胸部一樣 脹起上來 腳比較安全 你沒見過腳大了四倍 沒有這些東西 腳就是因為它的成分是Collagen 而Collagen 給一些東西影響 一些針影響 growth hormone 就不是影響Collagen 但最好當然是買一些有機雞腳 好了 然後 你的身體要消炎 要消炎 因為不消炎就有很多問題 我看著時間 只剩6分鐘 所以 這個消炎功效 就是這個芹菜頭可以做到 但是你想想想要對肺好 肺好才可以 你的身體擺位 擺一些成分在身體上 才是好的 剛才提到的樣貌 你提到身形 哪一種重要 都要分類 但怎知聲音 譬如聲音是否吸引 聲音會否變成 去到某個歲數 聲音會變成 有些人想年紀 聲音不去 不去 好像你在電台 如果你的聲音不去 拆了 對 拆了 因為平時做人 被人捏著喉嚨 捏得多 要不就上班 被老闆捏著 要不就自己捏著自己的喉嚨 經常捏著自己的喉嚨 即是有很多壓力 捏著自己的喉嚨 來講話 我現在做了事 給你看 如果我捏著喉嚨 來講話 整個聲音都不同了 你知道嗎 就是捏著自己的喉嚨 但以前香港有些這種喉嚨 是這樣裝模作樣 裝模作樣 裝模作樣 是可以的 可能 對 沒錯 這把聲音是否漂亮 可以告訴你 你的披薩 在喉嚨的位置有否出事 但你想想 你會否喝幾支披薩 會放在聲帶上 不會的 不會放下去 因為身體不懂得放在那個位置 所以我們平時不能讓東西去到D-減 C加 才去處理 我們要早些處理 其中一個 大家知道的Data Set 就是老起來 聲音會差 但是還有 就是我可不可以喝著 剛才說的湯 喝著煲的湯 雞腳湯 可不可以 同一時間曬著太陽 曬著太陽 曬著太陽 會令皮膚老 是嗎 所以你又不要 拿這些東西來撞 另外 可不可以吃很多糖分 蜜糖 可以 但其他砂糖 提煉多提煉的糖 就不好了 那些假糖 因為糖 會令人老得快些 另外 可不可以喝著這麼多披薩 之後 我可不可以 除了曬太陽 可不可以去瘦身 瘦身也是會令人老得快些 瘦身 如果瘦身 通常瘦了 baby fat 在臉上 這樣的人看起來 老了三十年 都可以 照科士 要我觀察 有時年長的時候 他們有種說法 叫做 某個年歲 叫做 縮水 看到身形好像不同了 我們就叫做 水份開始收乾 還有一些 在瘦身減肥的朋友 好像分別都幾大 那種年長的收水 是開始皺紋 個人沒什麼精神 而瘦身那種 都更飽滿些 皮膚更大 不過真的瘦到 瘦到 那是看起來很大的分別 對 你想想 所以瘦身 影響身形 皮膚當然有影響 但影響臉 當它影響臉 在面前 你想想多可憐 人家看起來 看起來你好像老了 你老了這麼多 即是那些 如果你有朋友 就不用做朋友 這樣跟你說 所以 很多人花了些時間 想著喝抗菌 不去到臉上 好像喝抗菌 不去到喉嚨 你一早要整天調整 不要讓它影響臉 你一會兒 不要亂曬 另外不要吃那麼甜 不要吃錯的糖分 想吃甜的食物糖 就不要吃提煉的糖 另外就是瘦身 你記住 一瘦身 其實你這個人 不用特別瘦身 你剛才說過 那些人會縮水 其實一天裡面 早上是會高一點的 到了晚上一刻 回到工作一整天 你量一下自己 是矮了一點 縮了一點 對 因為那個抗菌 有些人說 每天喝八杯水就可以了 八杯水 是不行的 如果你看這些資料 會發覺 喝完八杯水 會不會高了 會不會跟早上一樣那麼高 不可以對抗到 地心吸力 和全日的壓力 這個是 始終 始終都是會這樣的 你會不會說 因為你做了某些事情 某些事情 就不會發生 有些事情是有個規律 就有個規律 不能改的 所以做手術 又會令人老了 當壓力不開心 又會令你老了 上個禮拜說了 不開心 就是聽一些不開心的音樂 放在盒子裡 所以當你知道了 data set 再說 再說 知道了 data set 這個湯 就可以令到自己 多了 但你記得 維他命C 是令到自己身體 的collagen 製造好 而消炎呢 其實維他命D3 也有一個消炎功效 但沒有一種東西 像芹菜頭煮雞腳的功效 可以去到那種消炎 因為芹菜本身 是一種很特別的維他命C 你現在不是煮它 是為了吃它的維他命C 不過它有一個消炎功效 當煮雞腳 就對身體的collagen很好 芹菜也有一個好處 是有些降血壓的朋友 都會用來煮一些糖 沒錯 而芹菜是對肺好 沒錯 是這樣的 大家記住 今天趙博士帶給我們聽眾的 一個湯的煮法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 聽完我們節目之後 自己啟發到 或者知道的資訊 再找一些資料 以及問一問醫師 是否適合你 今天趙博士是這麼多 我們在數據裏面 發掘多些好的東西給大家聽 謝謝 再見 再見 金華月餅多年來 榮莫國際應可 食品安全衛生和品質補映 在Costo 謝謝 時間剛剛好 對 剛剛好 我看著的 這樣控制會更好 謝謝 內容也有留言 是嗎 因為上個星期就少 然後今個星期就多 所以我也是想著 我看著會不會夠講 希望那些環節停了之後 我們掌握更好 至少一定會有這個時間 這樣也很難 電台現在 譬如現在 荷里活那邊的人 罷工 現在也很難 很難也不知道有沒有人聽 所以變成 生意難做 電台也難做 做人也難做 不要這樣說 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好 下次再見 謝謝 你們聽不聽到 你們聽不聽到 就是想談久一點 和何鏗 即公司時間 變成 他又要做事 所以你們聽開節目 要多些珍惜 主持 因為不容易 然後就是那個 我和你們結尾 就是那個 糖分 很少人去看 關於 其實 任何糖 有沒有分別 有沒有分別 還是所有糖都一樣 有何一樣 你知道 很多提煉出來的糖 有過期日子 蜜糖又不會 蜜糖可以等很久 還有蜜糖是蜜蜂到來 當然你要確定是蜜蜂到來 所以這些東西 就是你不分類了 Sourcing 你是不會知道 去影響身體會是怎樣 你不紋闊一點的時候 你不會知道 原來不是所有男人 都只看樣子 和身形 亦都要看 和對象 談些什麼 大家經歷些什麼 最初就有事情談 談是否對 但經歷又是否對 還有 不只是我和你對方 經歷些什麼 是要看看 我們經歷的過程 大家都沒有經歷過 是怎樣對對方 和什麼經歷 有些經歷 是很多人都受不到 那種經歷的 又是一個問題 所以data set 和AI chip 拿的data 是兩回事 現在因為 每個人忽然之間知道 原來 可以用這些電腦科技 去拿很多資訊回來 但你有沒有問對 那條題目 瘦身減肥 會令人老了 這個是很肯定 不過它的傷害 對樣子和對面 這個是很明顯的 但是手術又會 那會不會同一時間瘦身 之後又有手術呢 還有 我放了上Facebook 就是運動 這個不是我講的 這個是Dr. Joshua Zeichner 是做皮膚科的 他就講起這幾樣東西 就是減肥 運動 手術 食藥 原來是會影響 臉部 由一個Naturally Youthful 它的字牙是用Naturally Youthful 就是自然看上去 是年輕的 會令到會沒有了Facial Fat 有些人叫做Baby Fat 接著就會令到會有Gaunt 和Skeletonized 看上去老了 老化了 這個就是 要多些保養 如果有人告訴你 上到某個年份 牙齒 只有一副 小時候 小時候 嬰兒牙掉了之後 只有那副牙 只有那副牙 只有那肚牙 如果你想去 牙齒是好的 你要多些保持牙 不要一天擦一次牙 一天要擦三次牙 因為擦牙不是為了擦牙 是用那些牙膏 是Neutralize 叫做令到那個PH 不要去到那麼酸素 所以你要檢查哪隻牙膏 是會令到你有夠鹹性 又不是太鹹性 不過它要有鹹性成份 然後就對牙的口腔好 好了 當你做了這件事 才會保持牙 因為原來不是用十年 不是用二十年 是用很多個十年 那這個就是個道理 那個明白了那些Data 如何影響身體 那當你想一下 如果你剛才聽到那些Data 就說 最重要是 樣子漂亮 還是身形漂亮的 何康就說了一句 就說 都要看一下 那個是甚麼人 在想些甚麼 如果年輕的二十多三十歲 可能他會這樣想 而去到四五十歲 又會想一個不同的想法 我就等著答他 就是問那條題目的人 做這個研究 沒有告訴你 有多少個四十歲 也可能他一問 就問了二三十歲 或者十幾歲 他都是男士 一問的時候 就會變成你分類不到哪一個 就說 有人聽到這些數據 就說 那些男人這麼壞 又整個星期不換內褲 跟著還有 只是貪人的身材 或者貪人的樣子 那 不是一個人 不是只是說樣子 和身材 就是問得很對 就是因為做Data 的人 他可能只是 放了這兩個Question 在裡面 就搞到 拿完Data出來 一看就說 哇 原來 雞蛋黃不能吃的 然後 要等多兩轉的十年 即是二十年 有人再檢查 不是說雞蛋黃不能吃的 所以你會看到 就是問Data 那個人 都很重要 他要偏心 他要偏心 譬如如果你不偏心 譬如你已經不知道 農藥是會影響身體的 你說農藥 應不影響都不要緊 那便不問 亦都不篩走 那樣東西 所以就放在Data 所以Biasing 是有用的 有些人就說 我不要任何Bias 我要每樣東西 都是 真的有影響的 真的有影響 即是無論你是 什麼信仰 你是男還是女 什麼歲數 吃了下去一定有影響 那如果你用那個filter 叫做隔走 那樣東西 一定要這樣影響 那亦都會是說 可以是叫做有效 但亦都可以說 有些人會有副作用 所以 當你去做一個 extreme filter 時候 是會有些不對的 有些會影響的 因為人是一個很 全面的 叫做 Holistic 全部的 你很難去說 只看著一個部分 就不管另一個部分 哪裏有人只看面 樣子 或者身形 當然是看全面 又不是只看表面 因為樣子和身形都是表面 但是裏面呢 有另一個data set 我沒有搬出來 原來一個人的聲音 好聽 是重要的 有些人會覺得他更重要 那個樣子 更重要 更重要 身形 這些就是 你要看個人 所以有一句 英文就是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就是 那個人是想要些什麼 而那個對象 可能他不知道自己 本身那個人 是不知道自己 想要些什麼 有些這樣的人 都可以的 因為他還是可能小 未曾清楚 人生的經歷是怎樣 當個個都巢了 有人就說 其實如果你是 身形好 不過樣子不好的 變成了可能 就是 就是 快點看下去 很老 嚇山天 沒有二三十年 好的樣子 但是也有些人 樣子是老一點的 但是他不繼續老下去 但是有些人 是樣子好的時候 很快趣 原來很容易就老得快 又不同的 這些就是data 後面 其他其他的因素 今天我就說了很多東西關於 瘦身影響臉部 太陽影響臉部 糖分影響臉部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 湯水是不同 普通飲水的 湯水影響身體 如果煲對那些成分 今天教了大家一種湯 是可以令到 那個collagen的功效 去軟了 和深入了 這個 洋蔥膠 這件事 洋蔥本身就不同 蘋果的 而蘋果 一煲 就會出了很多水 所以不用放很多水 但是洋蔥 你要放進鍋裡 差不多是要煮一下它 因為你不煮一下它 那些洋蔥 當你想煲它的時候 它出不到那些膠 因為它有層衣在上面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不過我找一次 看看 或者河康會問開我 煲這個洋蔥膠 到時 我就會講起 那個重要性去 弄淋了洋蔥之後 才加少許水來煲它 跟洋蔥膠一樣 因為你之後煲了它 就有一種叫做 pre膠 這些水分出去了 然後你就隔走洋蔥 那些皮 隔走那些渣 要慢隔 用cheese glass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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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通常不會讓它 迫加快 靜蠻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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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roller 然後這種洋蔥 要餘下的水分 那就叫做洋蔥的pre膠 還要煮90分鐘 跟著它便會變成洋蔥膠 這些洋蔥膠可以冰出 Media 可以冰出它 所以pre膠 變成了 pre膠较煮了90分鐘 煮洋蔥膠又煮了90分鐘 但是洋葱膠和pre膠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pre膠还有渣,隔走渣 拿回水分再煮90分钟 即是两套90分钟 第一套就是做pre膠,第二套就是做洋葱膠 洋葱膠之后可以冰了 做多了可以冰了 哪一种洋葱最多的膠份? 洋葱膠份就是有紫色洋葱,有黄色洋葱 有白色洋葱,是白洋葱才最多的膠 那任何的vegetable,任何叫root vegetable 洋葱,parsely root,和 celery root 都是应该买有机,为什么? 因为在地上里面生的东西更加有问题 那地上里面菜啊,瓜啊那类的 如果你批皮的,或者至少有层皮 水果有层皮就好些 如果一些平均的,就不用太着重 它是不是有机 因为植物自己有自己的filtering 譬如牛油果,不是一个好的例子 它层皮你都不吃 那变成是可以洗的 还有就是它硬的 所以会好很多 但是如果你是说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没有皮 所以士多啤梨既然没有皮 如果你做了下去 你走去,譬如那些 外面的烟,肺气的物料 做了下去 那就吃了下去 那就直接进入身体 所以士多啤梨算是一个很臭 很容易受了这些污染的 污染又会不会令人老化? 又影不影响collagen呢? 影响的 collagen多不等于好的 collagen如果在肝里 如果身体摆了collagen在肝里 肝里会产生泛 不会硬化 会不会硬化 硬化肝里会有collagen 另外就是collagen在山口里 如果摆位摆得不平 那又会有疤痕 所以collagen也不好 今天在平常听声道那边 没有时间可以说这些事情 但不是说多就等于好 不是有就等于好 是要摆对的位置 如果声音 声带 开始没有collagen 开始有磨擦 开始有atrophy 这些当然会令到声音不好 但通常我们留意到 这件事的时候 已经声音影响了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只是看 有没有symptom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不舒服 很多人常问 你有没有不舒服 如果你说到你有不舒服 已经有少少迟过头 因为当你有不舒服 才去处理 跟你说 我比起 我知道做人 那些牙就很多时候 除了注牙 小朋友 很多大朋友 大人 对到做长者 那些牙会有问题 但除了牙的问题 会怎样脱牙呢 就是原来牙肉 可以有问题 所以牙肉 和口腔 牙肉 我多拆牙 可以吗 可以帮不帮到 可以帮到 但是 data set也说过 不只是靠拆牙 甚至 以前记得 Sindy 说过 原来 可以不拆牙 死了身之后 可以吃了西瓜 也可以不拆牙 很厉害 为什么 因为他的口腔好 为什么他的口腔好呢 因为他的身体 可能有些益生菌 这个可能 不知道 但是要去研究 看看 为什么他会这样 只知道他是这样 如果研究 可能会找到 就是说 他的 那些益生菌 夠多 或者很全面 然后 可能他就可以抵挡这些东西了 比起一个人 他的益生菌 是没有的 或者他小小 就要经历 那些经历 搞到 他的益生菌 那个 population 影响了 不单止是多 和少 是影响了 type 的益生菌 所以他靠着 要吃乳酪 靠着那些东西 那变成了 又有些不同的效果 结果出来